蓬头质子的欢乐,轻松自由的童年 我的童年记忆,多是玩和吃 儿时住在政府机关家属院里 开放式的社区,几条胡同相连,几乎都是平房 胡同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大概二十多个 男孩子追赶打闹,女孩子玩工程,踢剑子,跳绳,抓石子 小学之前,每天的活动就是找小伙伴出来玩 一直到傍晚不倦 妈妈见我天黑了不归家,急性子的她追在我身后往家里赶 我是家中最小的,也是最让她费心的 一次她跟邻居王阿姨抱怨,阿姨提醒她 算命地说了,她以后能跟着小女儿得计的 其实,这位阿姨也喜欢玩 她的方式是下了班有空就跑来找我妈拉家常 常常是吃饭时老公过来喊她 老王,回家吃饭了 邻居们虽大多任职地方政府重要部门 各家都很贫穷,朴实 记得一次在小学庆典活动时 我担任班级唱歌的指挥,需要穿白衬衫蓝裤子 可是我没有蓝裤子 到小伙伴家借,她妈妈找出一条来打着补丁 邻居银行行长家的夫人是农村户口 没有工作,自己在家采缝纫机给人做衣服补贴家用 到了月底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了 就到单位或邻里间借几块钱 下月发工资时还上 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富裕 但是邻里间攀比少 一家有事,邻居们都来帮忙 唐山地震时,我太小 记不清多少事 只记得院里搭着帐篷 大哥和邻居家的伯伯一起出去钓鱼 带回来的鱼特别大 我只上了一天幼儿园 记忆中被幼儿园里面肮脏的厕所吓坏了 哭闹着再也不去了 每天脖子上挂着家里小屋的钥匙 白天大人出门上班 给我留一茶缸白开水和馒头 我自己在家玩一天 累极了就回来睡 儿童眠落叶,鸟雀造斜羊 独立的个性大概是那时养成的 爸爸每天外出回来都给我烧一些好吃的 记不得有什么高级零食 但哪怕是黄瓜西红柿 我也都欢欢喜喜地迎爸爸回家 好马上享用食物 后来我自己有了孩子 童年时 他见我回家第一句话 也是问买了什么好吃的 他两三岁时 如果看到我嘴里咀嚼食物 就会问 妈妈,你吃的什么呀 张开嘴我看看 大概对儿童 吃永远是最诱人的 妈妈瘫痪在床后 一次六十多岁的大哥 费力地把他背上车 我们开车带他到老院周围看看 已然全都盖成了风格一致的楼房 过去的痕迹全部消失了 是啊 我们开上了汽车 住上了楼房 院子成了稀有资源 大学毕业后 我到外地工作 妈妈过去帮忙看孩子 电梯没有人开的时候 她不赶上 怕出事故 后来 我在故乡的小城 买了一楼的房子 有个小院 在洒满阳光 鸟语花香的院子里 妈妈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后的时光